出现入市信号 应该买哪只优质股 富昌证券 升级股评仁 日日醒你选股帖市 还会教你食尽大浪 做你自取美股 立刻下载富昌股康通手机 开户立本 华金二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今天大肆有跌这么多 血流成祸 不过还未出现千跌 跌627点 不够厚 如果你看前几天的小股 应该说小心会不会出现 不是前几天 7月底那些 因为你看到这个形态其实是似的 动完下来之后上弯点再弯 再动下来 再弯 现在又来了 恒指 如果说看7月底 25000左右 很多的主要股份 ATM那些已经在穿 或者准备穿 腾讯的话 现在美市就报421.2 如果看开市收市计 就是435就穿了 如果日中低位 就422 亦都已经是穿了 9988 阿里巴巴 刚才中午都看过了 亦都破了 7月底 就破了好几天 3690都差不多了 都即将去挑战7月底 所以 你说究竟恒指 是否做第二只脚呢 都未必 如果你照看别人的形势 其实这个形势真的很似 这里又在想 是否第二只脚 这里又来了 真是 向下机会比较大 都是啦 想还想啦 都一定要向上反回 颈线 所以现在没得 没得去确认的 只可以确认的就是 今天应该是一个 过去这一浪以来 最低的收市价 简单说 我说了提讯 即是说 就叫做 穿底了 穿底了 不是只是计 日落还是怎样的 以收市价来说 也是穿 我们即管看看之后 还有什么位置 今天他成交都不算小的 资金上其实也都是 流出为主 都很大量的流出 很多时候就是前排反弹下 买入的力度 就真的不是那么大 所以都不是弹得到 变异 而沽货呢 就比较大力的沽 今天已经不算大了 因为之前那次都沽了很多 就见到 无论是今天 北水流向 还是港股通 即是北向的资金 很多是外资 其实都是见到一个 撤出的情况 Youtube Paul William 也在说 索罗斯抛售中概股 外资基金都跟估 都应该不是跟估 因为大家一直都在估 其实就 现在 看着腾讯 422除了是 7月底 其实50月线图 都是422的 现在 421.4 还可以说在真实 差一点 看看是否真的 打穿下去 因为在这些位置 还有少少的真实 当然 不乐观 然后再看 19年 横行底 大约是312.2 左右 如果422 正正50月 擅穿了 要再向下 要参考的支持 就是312.2 那差不多 100元 312.2 是 700元 都跌了一半 就来了 我自己就看着 如果是20年 第一季的时候 就是当时 疫情第一季 当时 375 至415 之间 好像 我记性不好 Lasper 昨天有一次 减次是405的 南非底 南非顶 就应该会挨近 300元 400元 那些位置 就是下一个支持 总之 都是大家向下比 一步到位 还是逐点逐点比 如果你说参考 之前上市见顶 又是很多政策 打压手油的板块 在100年的时候 当时就跌了 跌了未够一半 差不多大约是一半左右 如果由今次这个高位计 就是775 一半 这样算是775 随二 都是387 就是基本上 就看着 三字刚才 就是破400 400关口 就应该都有血肉长成 是的 就是小心一点 就不是今天去撩帝 不要这么快去估 几多只脚 几多只脚 是 不过呢 首先现在这个 422和50月线 都仍然在欠修 还可以算是 不差得多远 就不乐观的了 当然400多元里头 如果差5毫 那就有去啦 不过方向都是向下 估得最硬的那只 应该还是9988 就已经中午说过 它是香港上市以来的历史新低 是的 就已经是161.2了 而且今天呢 成价都还是挺大的 而股价呢 就差不多是一只大阴烛 到底 跌了6% 是的 几只都是这样的情况 美团也是的 准备呢 就是先后的 准备都去看194了 现在就报201.8 刚才中午呢 就看一只小米 如果计算都是科技股 主要科技股之一的话 它呢 都在破这五个月的 还行底 24.35 现在23.9 换 那就是都很大机会 其实就是会收穿 跌穿这个支持 那都很麻烦 那因为无端端就轮到它 因为始终整个板块 都非常之弱势 是的 中午都提过 这只就很可能 就是ATMX 最后都辣到它 虽然它就 暂时来说 好像板块上面 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利淡的消息 就是调控的因素 不过呢 都走不掉 是的 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想是整个大市都差 其实如果 跌的呢 那当然这些重灾区 但是 还有一些绿色的 还有一些有得升下的 因为都 车股都是一些比较 政策扶持的板块 前段呢 就因为蔚来的事件 就挨一挨沽的 今天都有一些政策的利好 但是如果你说整体来说 就整个大市都是比较差一点 一路都是很多的 一路都是一些的 外资基金撤离 很多这些消息就在说 那今天呢又有消息说 德银就有2400亿的港股持仓 就逃亡 就说呢 就几乎呢 就清了美团的仓的 另外就还有一些股份 腾讯就持仓减半 另外就是美团就转走了超过九成 阿里也减剩三成 那都是 一单单个别的消息 那这些也都不是 只是某一单的特别震动或者怎么样 其实持续都是有这个情况的 一路跌到这麽恐慌的时候 很多仓位都丢出来 是 变了就算赚钱那些 可能又要来套衍帮补 一些虚钱那些 因为有些爆装 可能一些骨牌效应也未定了 是 就算之前炒作 很多中企 科网类 回来上市 炒成港交所 今天港交所都要跌2% 去到471.4 这只股份 较早之前失去492 在横行区顶部 现时就横行 进入患毒 其实那个区间的底部 就未曾失去 约莫405那些位置 但是短线也不吸引 因为市况也转叉了 就算是站得 硬正一点的一只 也都已经是 暂时好一点 硬正的板块 都可以看看 就是车股的板块 已经算是在成交额榜上 三架都 升得最多的一个板块 三架都六升 长期升4% 吉利升2% 今天比亚迪就升0.7% 因为又有说话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就说 鼓励引渡各地通过增加 豪牌指示 放宽一些 豪牌申请条件等等的措施 减少 什么豪牌 我想是不是车牌的意思 车牌号码 继续 哦 豪牌 就是要学习一下内地的口吻 减少新能源车购买环节的限制 在充电通行和停车等等的环节 就为新能源车制造更多的便利 通过多种的措施加大 在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 公共领域的新能源车推广的使用力度 都是支持新能源汽车 是 几只车股有弹下的 长期就弹下30% 都预估了好一段时间 其实几只都是 百月头开始 特别是这个慧乐的事件 搞到今天就说 其实他也有说一些 没有那么有理的说话 除了官方说一些好的之外 因为中气协的秘书长助理就说 车企物过度宣传 辅助驾驶 司机应加强认知 应该是回应未来那边的伤亡事件 是 这些意外 因为都是关于自动驾驶方面的 辅助驾驶方面的事情 就有说一下 不过后来都有一些支持下的政策 反弹一点点 但就不算很强 叫做万雄从中1.6 这个阳足就不是十分厉害 一二一一的幅度更加之小 175就叫做 抛回要站的位置 这个站到250比亚迪 175就站到之前26.75 因为现在刚刚26.8 这样就叫做跌小只 另外很多时候说车 都说了禁风 禁风今天都可以逆市 现在暂时升至1.8 因为见到今天早段少许 即市面跌到这么金 这些国策支持板块 包括理业和新能源 光伏的A股 是有些资金去追捧 见到内地有些A股的理业股 所以两分钟涨停了 但是都随着 随着市况 开始都缩窄一点点 那个升幅就 好啊 都叫做纯粹真的跌小只 样子又 都不是很英俊 是的 现在进入竞价市 时段恒生指数都要跌567点 今天25,299点 成交1,588亿 我们去到广告 转头回答问题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看看YouTube上面 Winky Ma说37,38 7.5有货 上网多少 这只真的反快跌 它是完全没事 资金面很强 资金面强 如果你是7.5有货 现在7.98 突破了第一个阻力 7.19 上网就先看8.99 即7月的高位 指示位就放6.12 这些逆市很强 资金面很强 是的 起码叫做在板块里头 还可以升到这么多 今天微盟轻轻轻上升7个仙 也不用跌 那个肉酸 没有这只那么漂亮 然后就是 他说185 175 我想他可能手指按你 175 你什么位可以进 站稳26.7欧半可以进 刚才说了 跟着我回答多谢 师傅想问 Emilio又问 2020安答 今天什么时升 李宁也要跌 另外想问 美汇指数大洋 升穿93.4 上次的顶 是否就了今天跌市 会否夹上95 先看2331 今天跌 但其实你根本是在冲 之前这几个顶位的 阻力位 96.5 阻力位 我觉得不差 就算今天跌也不是跌得多 英俊过很多人 2020 为什么升 老实说 你看他落后多少 人家在冲历史 他都差了整个 而且很老实 他十天二十天线 跌穿了五十天线 他有他的不强势 虽然未至于什么空头 但他死亡交叉了不是多头 我会选2331 2331的线都 尚算是穿完之后很快便捞上 仍然较理想的2331 至于你说那个叫做美汇方面 是夹上的 这一轮都夹上的 其实是 但就不是昨晚的 阳祝是前晚的 因为大家知道昨晚 Fact Minute 就说到好像很英 又说年底之前大家有共识 去做tapering 但美汇的阳祝是来自前晚 今天再来 因为昨天就不是 即使你看到债息或美汇 都不是太大反应 但今天是再上的 破了七月的高位 93.195 破了 再下个期 就到三月的高位 三月高位 93.475 其实是很近的 和现在这些位 比较重要一点 随便圈了数 给你看看 你说95 其实是 几次都94 95 96 圈出来那几个数 所以现时如果升得穿 93.47 的话 W型双底 接着就 95 96 当然这个对于 叫做股票 可能会弱一点 是的 对于金 资源 会弱一点 这些就要自己小心一点 好 接着看到大家 都很多担忧在这里 Fill Club Pass Floor 幸好听我们说的前日 开了投入 白狼现在又想来 我想他们有些 因为可能比较快闲点 吃完有开过 白狼说 2269 还是700 比较直播 明天会不会弹一弹 另外美股想看 好不可以入定少少 UVXY对冲 首先就是究竟这个 弱零还是700 平时就做胆 就选择700 但是今天 700 跌得比较多 如果你说现在这两只 要来选择 都可以 700 你便用 不过我就未必选择 今天才做 因为应该 之前做了 如果700 你指示位 你可以看小时图 你指示位 放450.8 但现在收了 就都正式 看看是否正式 就是穿过435 穿过422 这样 2269 今天其实有尝试弹过 但这样下来 你一个短线 你可以看今天高位 117.3 或者看小时图 先 就用小时图 阻力117.3 做指示位 那向下 就 都是看小时图 那向下 你便续观看 107.8 跟着 103.6 这样 如果你说两只 来选择 哪个比较直博 其实 我觉得都可以 但如果你说 真的比较直博的时机 之前做了 就拿着它 那就行了 我就选腾讯 你怎样比呢 腾讯 五线空投 那 269 才做了 最初两个死亡交叉 所以 虽然 269 不是强 但 它真的没有什么弱 比ATM 所以 直博 应该 直博水位 另一样 但 跌的 基率 肯定是 腾讯多很多 它在破底 没错 至于你另外 UVXY 即是做VIX的 虹荒指数 它就是 在标 但是它标得来 其实你就很难 破什么位追 因为它这种走势 它是 霸一霸上去 你可能 之后 没有那么 恐慌 那时候 它就一下子会 下来 所以 我觉得就比较难 去看位 譬如 现在 先开大一点 你看到 它这种 一下一下 上去 它不会有一种 譬如 大小 做到的 所以 都不是那么 好 如果你说 美股会不会 还是 走去 做大眼 纳指 但纳指 始终都是偏强 如果你说 看过往何时 它有时破完一些位置 它很快上回 那不如 就聚焦 在港股里面 好 跟着 1093 可不可以入 1093 其实现在 幅图 很滑 如果 可以从月翻 7月中 高位 11.16 就有机会 做W型 叫做 双底情况 升穿颈线 8月26日 出业职 今天的朋友 117.17 有型气 不过高开低就 那种 一直都是弱势股 不信大家看看 这种是空头股 1093 零射强 可能质地稍微好些 企稳11.16 才卖 不一定是为了炒业职 而是 头都尚算 叫做 中中挺挺 企稳就更加好 好 然后 萧妹 她入了这种非常人气的股份 人气港股 就是189 昨天入了可以上网多少个指赞呢 上网先看18.76 就是这个阴烛顶 其实这几天上上下落 都在这个位置 也都未能够突破 如果你开了一些 比较短线一些的话 你小时图你就见到 最近支持就是15.62 它真的未突破到阻力 你就只涉位放16.1 就是在这里 未破都上去 其实就还是 好 跟着我看 就是6.865 福来特 今天早上跌得多 指涉定多少 就是说昨天弹 老实说都扭不转 最近都下了 不过军线还未死亡交叉 指涉会不会用中间这些位置 30.85 31元 最近 跌穿了的话 可能就进一步下回 挨近26元 好 跟着又是1313的粉丝 他就说7.6这些位置 还可不可以进入 现在7.7号1 不 都是差不多这些位置 尤其是你说是长线收息的话 都可以的 今天叫做探底有承接 好 好 那 3.0 4 9888 就是百度 另外 9626 就是billibillit 多少钱可以加价 正路 一层层加 一破底又加 譬如之前这只百度 较早前的低位148 穿了 这三天又加 9626 之前都一直穿了一段日子 随你何时加 方向是正确的 这些甚至比ATM更加弱 ATM比较多资金去追捧 然后1810 其实 Angel说1810可不可以进入 我们刚才说 1810 连这个横行支持 都在破这五个月 24.3毫半 现在就24 甚至有货 可能还要问一下怎么办 有货应该要想想走不走 就不会是进入了 没错 跟着 很多问题 原来都已经答得七七八八 不如看看 成交额榜上的股份 最终收成点 因为恒生指数 轻轻又再跌少了些 但当然跌很多 550点跌幅至25316点 成交有1600 最近来说 算多了一点 腾讯收失了422 即是确认穿了底 亚里 亚里 又穿了很久 美团 看下是否进一步 要挑战这200元关 上一次的底部是194 都是差的 是 没有很严重 即是很大手沽货的情况 其实都继续是 是 今天原来还有平保 没有什么人挡它 可能它持续都弱势 又没有什么人去买过 所以都没有人去紧张 原来今天都跌了5.7个百分点 是 整体整个大市都在沽货为主 这样的情况 大家就小心一点 是的 差不多时间了 我们这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明早9点15分 再见 拜拜